哇 累了累了 妈妈的新车 在这里住了两年了 现在终于要回家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又琳 激动人渴的时间已经到了 因为我买的车要来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辆车 真的是很紧张 因为有一些原因 就导致到我一定要买车 就为了要代步 因为我要回去了 要打车的时候 就真的是睡不着觉 太过激动了 卖车的小姐会驾车过来给我 现在是超级兴奋的 现在在等着她来 妈妈 你怎么在这里等 等一下你就懂哦 妈妈的 不是 我的 不是 妈妈的 妈妈 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等一下就懂 妈 阿伦 你看那边有什么 哇 累了累了 妈妈的新车 妈妈的新车 要新车 哦 就是这辆 就是这辆 我拿了车 我拿了车 已经是有第二天了 今天也是我回去信山的了 拿了车之后呢 就开始收拾很多东西 就是在这里住了两年的东西 红爸爸已经回来了 他帮我让我收拾 我的东西全部在这里啦 很夸张看在这里 我们的乌龟 兜兜在这里 放回这个小浴缸 还可以游泳这样 哈哈哈 要出发咯我们 哈哈哈哈 哈喽 哈哈哈哈哈 哈喽 哇 好满咯我们这边 哈哈哈哈 现在黄爸爸驾车 现在去拿他的车 转一些过去了 太满了这里 在这里住了两年了 现在终于要回家了 新车这样看好像觉得很乱了 好啦 我们现在出发了 要回去新山了 然后现在是两辆车回去 就是我这辆 还有这个黄爸爸的车 这样 就他们在上厕所 就一人加一辆轨 加油 有新车 陪伴真是开心 现在有点晒车了 带他出来晒太阳 刚才换了水 现在又肮脏 味道来了 现在第一餐就是吃醉 还喝野水 差不多累了 这是哪里 记得没 记得了 左蚝 蛤 左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我们的家乱七八糟 哈哈哈哈 太久没有回来了 现在这边全部也是我从我的家乡带回来的东西 哈哈 太夸张了 有牌收拾哦 真的 哈哈哈 好糟糕 植物已经长到这么满了 你看 哇 这已经变成枯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嗯 你开心吗?你回到家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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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现在找了一台很久以前的玩具 所以他很开心 哈哈哈哈 他买另外一台玩具 他又回到了 嗯 真的是太累了 因为我全程呢 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因为黄爸爸是另外一辆车 这样 现在整个家是乱七八糟的 你看 哎呦太乱了 然后我应该是很忙 好啦 新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 还有分享出去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这么开心啊